两国交战 战场上血肉横飞 大将巴基逊勇猛无敌 人送外号三十战 由他触碰在前 敌人压根就不敢靠近 尤其是为了钱财上战上拼命的佣兵们 个个的仇出不前完全不听指挥 但人军中有一个扛剑的少年 表示自己可以与这一战 但前提是得加钱 大将军欣喜若狂 放手去干 只要拿下巴基逊的手机 就给你七个硬币 格斯虽然觉得是买卖不划算 但还是认了 他急着大剑一段乱砍 把巴基逊逼得连连后退 然后一剑斩断他的腰腹 不正在求饶就劈开他的脑袋 大将巴基逊当场死亡 的确一步足为惧 其他工用兵也跟着冲上前攻城 很快拿下了胜利 这一切都被英职团的团长 格里菲斯看在眼里 朋友们觉得是格斯抢了他们的风头 他们要找机会教训一下格斯 格斯结算了军衔和奖金 因为不喜欢被人约束 所以拒绝了上级的提拔 离开了军队 他刚出城就遇到了 打击的英职团的人 他以刀秒一个 完全形成了尼亚的局面 格里菲斯让卡斯再去看看情况 但即使是队伍里第二弦的他 也无法战胜格斯 格里菲斯想让格斯放下架好好聊聊 等格斯不肯 最后就被格里菲斯瞬间打晕过去 晕去的时候 格斯梦见了过去不堪的时光 他吓得惊醒 一扭头就看到了旁边光溜溜的卡斯加 卡斯加起身穿好衣服 宠完全搞不清清准的格斯暴揍了一顿 格斯正要发火 卡斯加右手的揍了一拳 卡斯加生计的走开 格斯追出去 却发现这里是英职团的阴地 基督告诉格斯 他出血过度浑身病冷 是卡斯加用身体温暖的他 两天两夜才醒过来 当然这都是因为格里菲斯的命令 格里菲斯将格斯带到山坡上谈话 格斯知道英职团格里菲斯的实力 要是格里菲斯当时直接的要害 他必定活不了 可格里菲斯放了他一马 他的理由是 格斯听后嫌弃的憋嘴 格里菲斯表示 很欣赏格斯的性格 听到这一话 特地跟在后面的卡斯加也很震惊 但格斯却拒绝格里菲斯交好 他觉得用居住的方法最好 要是他赢了 他就要在格里菲斯的胸口上 刺一个同样大小的洞 要是他输了 那就上刀山下火海西亭尊便 格里菲斯拔剑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卡斯加急忙顺便阻止 但格里菲斯只让他退后 格斯他咬定了 格斯和格里菲斯交手没有优势 他被格里菲斯的剑术无情地碾压 他扬起尘土 想趁沙尘迷住格里菲斯眼睛时 一血向他拿下 然而格里菲斯反应敏捷 不禁躲开了 还反过来压制住格斯的大剑 而且他越来越喜欢格斯了 他说服格斯放下剑 但格斯也咬住剑剑往前扑倒 带他一起滚下了山坡 随后他对格里菲斯一番拳打脚踢 但格里菲斯只用一招就把他制服了 卡斯加很生气粗意大发 格里菲斯从而对其他人说过这种话 张力一直跟在他身边的自己都没有过 格里菲斯大发地向格斯说了自己的梦想 这时格里菲斯已经认定格斯就是英之团的一员了 三年后 米特兰德与丘达交战 被丘达的紫棋骑车团碾压 光一冲末战之时 充分的队长格斯率先中出来 展示了紫棋骑车团的将领 最后英之团大部队也跟了上来 见英之团在这 丘达军队立马撤退 有理次大家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小小的一支佣兵队 竟然有这样的杀伤力和震慑力 国王也得去谈场格里菲斯刮目相看 格斯擅自行动与敌进正面交付这点 让卡斯加非常不爽 他觉得格斯就是想出风头 并要求他好好反省 但格斯的态度就很冷淡 这些轻飘飘的回应 抱歉 以后会注意的 卡斯加认为 格斯跟三年前一样 只是用战断来满足自己 一点都不以同伴照相 完全只是一条疯狗 格斯很生气 他已经不是从前的自己了 原来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格里菲斯过来制止他们的争执 卡斯加更不爽了 还抱怨格里菲斯实在是太蠢的格斯了 格斯真诚的向格里菲斯道歉 但格里菲斯只说 英之团战绩斐然 格里菲斯获得了国王的手薰 打成本的很焦躁不完 眼下失局动荡 需要英之团的人来剿密敌军 可是要没有战士的话 英之团的人和强盗们有区别 这样下去 国家军队迟早被他们挤在头上 而国王的弟弟 尤里斯殿下的白龙骑之团 因此也被解除了重任 尤里斯对此怀恨在心 每天摆着一副臭脸 工程任务顺利承认 被交到英之团的手上 格里菲斯立马率进工程 格斯带着冲锋包围的城堡 但敌方有强兵坐镇很难突破 格斯守在城堡门口 已经进去50个兄弟了 但他们都有去无回 时不时的传来惨动的呼喊声 于是他独特走那城堡查看虚实 城堡里横七竖八躺着尸首 遍地都是人头 格斯找到了怪物一般的佐德 佐德是战场上的传说 据说他展现的手机数量 可以组成一个国家了 听说这次他参加了敌方阵营 而且佐德恐怖之处 不仅在于杀人数量 关于他的勇猛传说 已经流传200年了 因此他被人称为不死佐德 格斯和佐德劈里啪啦一顿输出 很快格斯就被打成劣势 但佐德就很欣赏他 格斯打算用剑拼死一搏 他看准佐德的拨梗一刀劈下去 佐德暴怒陷出了原形 格斯没想到 眼前的人就乱变成了怪物 他力量惊人 一掌一根石柱 格斯只要东躲西闪的逃命 正当佐德又干掉格斯时 格里菲斯带着军队朝他射下箭语 但这种攻击对不死佐德没用 还让他接连瞄了前派的士兵 格里菲斯急忙让卡特加带人撤退 随后去找被打者的格斯 两人一左一右切断他的手臂 佐德骂骂咧咧 打算去干掉格里菲斯报仇 可他刚准备动手 就看到了挂在格里菲斯脖子上的霸王之暖 他瞬间明白了格里菲斯的人设 于是他打破城堡 展开了翅膀 领走前 他向格斯预告 如果你对这个男人来说是真正挚友的话 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此人的野心破灭之际 旧身影的死期 而且是绝对无法逃脱的死亡 格斯很茫然 这时斯耶大人冲了进来 格斯想看格里菲斯的伤势 但卡斯加布允许他在碰格里菲斯 还把责任兜住在格斯身上 格斯不想多说 这事就这么算了 第二天 格斯勤奋炼劲的时候 脑子里还回响着卡斯加的抱怨 心烦愈冷之时 格里菲斯来了 听说佐德镇的霸王之卵就飞走了 格里菲斯并没有表现得很意外 他解释 这是从一起在占卜婆婆那里得到的 只有他的人 会经历自己的血热为代价 从而得到世界的命运 格斯拿着霸王之卵 左看又肯没看出名堂 突然 果子上睁开两只眼睛 现在他急忙扔掉果子 还差点翻下来蔚蓝 格里菲斯立马把他拉回来 没想到格斯背下是这样的反应 这他合不拥嘴 格斯觉得他还是以前那样的性格 格里菲斯表示 格斯很纠结 自己顶破的天也只是一个部下 但格里菲斯却冒着生命危险来救自己 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们谈话的时候 国王带着弟弟尤里斯伯爵来了 国王就因着团连连赞学 还把身后的夏勒特公主介绍给他们认识 夏勒特想追上前面的国王 却被裙脚绊住 不过格里菲斯一手抱住了他 避免的尴尬 夏勒特脸蛋飞红 纯心荡漾 根本就看不惯格里菲斯的尤里斯 借题发挥 趁机甩了他一巴掌 格斯将反抗 但格里菲斯不让他动手 英知团战功赫赫 究竟狩猎劣护卫工作 以从白龙骑士团那 转到了英知团那里 格斯很不喜欢这种氛围 比起在这杵子当木头 他更想是战场会见 这样队友科卡斯很不爽 另一边 格里菲斯主动和夏勒特公主搭话 还叫他用树叶吹哨 一拉而去 两人更熟悉了 突然 有猎物吓到了公主的马 马屁失去理智 横冲直撞 格里菲斯一路追随 终于制止了暴走的马 夏勒特公主 情不自禁抱了格里菲斯 格里菲斯的温柔 让公主方心暗许 然而他转身的时候 一只毒箭找他设立过来 不过毒箭直视中了 他挂在胸前的霸王之卵 格里菲斯感受到 身后设立的毒辣母光 立即确定了幕后主使 就是优里斯 当晚 格里菲斯找来格斯 请他帮忙杀掉优里斯博取 剑上的毒 使皇家事实在相传 用于暗杀的剧毒 除了优里斯会动手 就没有其他人了 格斯当晚潜入优里斯家中 此时 优里斯因为儿子阿多尼斯不成器 和自己地位不保而焦虑不安 但很快 他就被潜入房的格斯秒杀了 格斯刚想走 就发现有人进来了 格斯条件凡事本的捅了他一剑 等格斯动了手 才发现被他杀害的只是一个孩子 格斯后悟不已 但接着赶来了更多的士兵 迫不得已 他只好杀了追上来的士兵 跳下河道逃了出去 格斯从水到逃回据点 这边 格斯加正在听格斯卡等人吹牛 格里菲斯去参加公主宴会了 结果想去脸不自在 不去反而更自由 但格格斯觉得 要是能吃到美食 再顺手和贵族美女来一发 这点大家要算得了什么 听到来一发 格斯加有了感触 正想着 里吉特问格斯去哪了 好联合训练 结果他就放自己鸽子 一致呢格斯就劈头盖脸的骂 结果格斯听说格里菲斯不在这里 头也不回地走了 肩在身上有伤 卡斯加被跟了出去 与此同时 公主和格里菲斯在室外谈心 格斯想上前舒适 却被卡斯加拦下 不过卡斯加却拔出格斯的匕首 割烂衣服给他包扎伤口 笑了得公主想让战争早点停止 但是格里菲斯解释 战争也是为了保护家庭和爱人 而他追着梦想 谁无法忍受安于天命的生活 笑了得觉得格里菲斯很特别 既高贵又接地气 他想他们的朋友 也是被他只有魅力吸引的吧 但格里菲斯解释 可以说 英之团的众 只是复过他梦想的追随者 并不算他的挚友 听到这番话 格斯浑身颤抖不止 只是由侍女的通报 优利斯的死讯 格里菲斯面色从容 散发着一切尽量的掌控之中 卡斯加吐槽是肯定是 球大根的好事 但没有表情的格斯 和他身上战斗的痕迹 让他明白了 格里菲斯才是幕后主使